做錯的事情錯就錯了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做錯事的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黃子嬌捲入心情風波 認識超過35年的好友普學亮 被問到兩人還有沒有聯絡時 這樣說 沒有跟他聯絡啦 這種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但不太可能在這個時候去打擾居家吧 那覺得有需要再喊什麼話嗎 喊什麼話我們能夠說什麼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錯就錯了嘛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做錯事的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他有關心小冠姐嗎 我這個時間不會去打擾他啦 那應該的關心我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是就是不打擾他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連我說我以前知不知道 不可能啦 我都是跟大家一樣 是看新聞看報導才會知道 誰會知道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那800年前錄影的內容 我覺得要用20年前的畫面 來討論現在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應該每個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是朋友啦 謝謝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 謝謝 謝謝 幫助跟著 而他和郭洪志 姚元昊等人 出席全新實境節目記者會 外傳和姚元昊錄製過程 保衝突雙方也否認了 那袁昊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對 對 傳出跟他不合 對嘛 是真的還假的 其實是不合啦 就是良性的溝通啦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拼 就是拼盡十足啦 都不會累 那我有時候會就想要拉他一把 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做的事情已經夠了 可是他就是會堅持要把事情做到他 完全都要就是 就是十全十美啦 那這個個性我會覺得 我們工作前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所以所有事我來做就好了 對 我把事情做好 然後希望可以 但是也沒有 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因為我一個人也做不完啦 所以也是大家同心協力 一起把事情做完 沒有啦 沒有啦 互相配合 都互相配合 我相信他會跟我 從我身上學一點我的個性 我也會從他身上學一點他的個性 不是我… 都要做什麼 分開